懵逼的男人十分懵逼 只见对方食指冒出蓝光 俯身划开他的裤脚 一股神秘粒子包裹全身 紧接装上身份光盘 随着大门的打开 他即将对抗的不是人类 而是电脑程序 原来 本是资深程序员的白霸 在十年前突然失踪 可就在不久前 小白的叔叔竟收到了白霸发出的坐标信息 得知消息的小白 立刻来到了信中的位置 而尘封已久的秘密 即将就此拉开帷幕 在小白的一键三连后 一道强光侵袭 瞬间改变了周遭的环境 不等小白回过神来 就被人强行换上装备 送到决斗场上 背方不由分说地摆出战斗架势 紧接一个旋转投掷 飞盘以超光速射向小白 险先命中 然而隔壁的老哥就没那么幸运了 因此 他决定做出反击 在对决期间 他觉察到了场地的特性 因此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焦急的敌人纵身一跃 小白接过飞盘 猛地一砸 首胜就此拿下 可他即将面对的下一个选手 却是从无败计的阿伟 只见他拿出飞盘 一分为二 随时准备进攻 而小白再次被迫营业 阿伟一个托马斯回旋投掷 打了他一个亮枪 小白的攻击也紧跟其后 只见阿伟一个华丽的后跳 轻松躲过小白的攻击 而接下来 阿伟将要展示他真正的实力 他迅速缩短两人的距离 选择近身肉搏 很快 阿伟体数与技术上的优势 直接碾压小白 但就在关键时刻 小白的血液从伤口流出 阿伟立马收起了杀心 原来 所有人都只是这个虚拟世界的程序 而小白却是作为用户进入 也就是玩家 因此 他很快被带到了虚拟世界的管理者面前 可令小白没想到的是 眼前的管理者竟是自己的爸爸 这突如其来的喜讯 让他久久没回过神来 然而父亲的表情 却看不出久别重逢的喜悦 原来他不是白霸 而是老黑 是白霸曾亲手复刻的工具人 紧接老黑查看起小白的身份光盘 似乎在寻找什么信息 但并没找到想要的结果 于是 他便命人将小白拖去下一个赛场 男人一个冲刺跳远 双手之间立刻幻化出一台座驾 瞬间与对手拉开了百米距离 可这并不是什么赛车境界 而是一场死亡游戏 小白健壮 有样学样地跟着赵作 游戏就此开始 机车在光速行驶 尾流形成一堵透明的光墙 只要稍有不慎迎面撞上 就会瞬间运命 短短两分钟 白队就仅剩二人 两人合力拿下黄队人头 可同伴却意外失去平衡 导致装置脱手而出 小白健壮连忙掉头时起 千军一发之急 同伴还是被黄队击杀 退无可退的他选择正面迎战 可下一秒 小白被重重地干翻在地 随后双方摆好架势 准备输死一搏 这时 身后发出一道光亮 一台跑车映入他的眼帘 神秘人连忙催促小白上车 紧接一脚游门 瞬间弹射起步 随后他按下按钮 立马发射出两枚导弹 将墙面炸毁 迅速逃离现场 黄队的机车 由于权限问题无法离开 因此 直不于场地边缘 很快 小白就被带到一处空荡的别墅 等别墅主人转过身来 正是自己消失十年的附近 原来 老黑利用小白引出白霸 因为白霸身上的身份盘 可让他通往现实事件 然而白霸深知这点 所以迟迟未能与家人团聚 也就此话题与小白产生了分歧 随后 小葵给了他一个地址 据说此人 可将任何人传送到任何位置 小白二话不说直接出发 不曾想 此生凶多吉少 他找到神秘人 可还没等小白说出请求 空中的一支部队 正以光速急速坠落 很快就来到眼前 小白瞄懂自己被卖了 好在危急关头 小葵前来支援 可一个恍神的功夫 小葵被敌人架住 下一秒 手臂被当场卸下 这时 一只双手按向地面 白霸凭借造物主的权限 让敌人瞬间失去行动能力 他没有选择恋战 带着小白两人转头就跑 可就在最后一秒 敌军一技飞锁 将白霸的造物主光盘吸走 那么这就意味着 老黑将带领千万虚拟大军 涌入现实世界 男人非常恼目 猎物竟在眼皮底下逃脱 他带领手下 直接从万米高空一跃而下 紧接双手泛起光亮 一台喷射战机瞬间显现 之所以如此大动干戈 只因他想成为一个人 这里是虚拟事件 老黑终于获得通往现实的钥匙 正对着百万大军宣讲 宏图大业 另一边的小白 为夺回造物主光盘 孤身潜入敌营 凭借主角光环 一路杀进到光盘面前 紧接带着小葵 从万米高空一跃而下 等老黑赶来 却已为时已晚 飞机的尾流 形成一道透明的能量墙 只要稍有不慎 就将会粉身碎骨 在这复杂的地形里 不能有半点差池 老黑的火力压制 很快将小白等人的引擎摧毁 就在老黑将要得手之间 一个名为阿伟的程序突然觉醒 他直接与老黑一面相撞 原来 他也曾是白霸一手创造的管理者 只因老黑的叛变 为掩护老白逃脱 被强行修改了命令 而他的觉醒 让小白等人侥幸逃过一劫 这时 老白望向手中的光盘 心里浮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等他们来到目的地 老黑却早已恭候多事 原来刚刚的空战 并没将他击杀 甚至还比他们快一步赶到 白霸见此上前嘴笨 可老黑根本不吃这一套 小白怒不可遏 上去就是两拳 但被老黑一手甩飞 小葵见状 飞身上前之缘 见此 他也不想搭理这俩小毛海 转身走向白霸 一脚将其干趴 取下身份盘 可他突然傻眼 资料显示竟是小葵的信息 老黑瞬间明白 眼看通道即将关闭 两人不得不先抛弃白霸 回到现实事件 可就在最后一刻 使出了他身为造物主的最后权限 强大的能量 如同黑洞般 吞噬了周遭的所有 紧接一道能量波 踏平了整个虚拟世界 故事的最后 小白和小葵 过上了没羞没燥的幸福生活